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TGS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 MogoDB商品管理系统 上一讲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模块化 就是把我们这个电脑给他整理了一下 改成一个模块化了 对吧 那下边的话 那我们我们还要就是在这个模块化的基础上 我们再改造一下我们那个后台管理系统 那行首先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这里边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页面 我想输入一个斜杠enemy 首先输入比如说enemy 你应该跳到哪呢 是不是如果输入一个enemy页面 你应该跳入 跳到他这个enemy的一个欢迎首页 如果你输入个enemyuser 我是不是跳到用户管理 如果enemy一个prodoct 是不是produkt商品管理 但是如果你没登录 你是不是跳到enemy下面的longing 登录页面对吧 行 等我们一点点做 一点实验之功能 我们首先还是从登录页面开始 enemylonging 那登录页面的话 那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egs 我还得再改造一下 因为你这里边都放到这个views下面 可能不是特别好 我把所有的这个后台的模板 我放到迷目录里边 那这些都是谁呢 是吧 后台的模板 都是后台的模板 那后台的模板吧 后台的模板的话 我又要改造 比如说你后台比如说有100个模块 那你这里边是不是100 100乘以4 那就是400个egs 都在这里边 所以我这里边我又要改造一下 比如说enemy里边有什么呢 有prodoct prodoct 那这里边放的都是谁呢 都是prodoct相关的模块 都是商品相关的模块 那你比如说你有user 那回头user 放的所有的都是user的模块 那行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实现这功能 我们刚才想干啥呢 是吧 enemy下边的longing 我要写实登录页面 那这时候你要跑到谁 是吧 改longing页面 改longing页面 你就跑到我们这个enemy下边 是不是有个longing页面 那是不是在这里边做文章 那这里边的话 你就通过谁呢 是吧 is.render 但是is.render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说了 你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 用我们这个egs 你是不必须得设置我们这个egs 也叫配置egs 对吧 行那下面的话我们就配置一下这个egs 来这里边配置egs 不过你这里边这个静态目录也配置一下 来都拿过来 先把这两个拿过来 拿过来放到哪 是放到这 一点改造一下 egs和public目录 那行 那这时候我们找到谁呢 还是找到longing页面 longing页面 那我们就通过is.re es.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render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找到这里边的login 我们改造login login 走 在这呢 直接render一个login 但是render的时候要注意 你这个路径 你看一下啊 我们render 你是点点钢呢 还是怎么怎么弄呢 因为你这里边回头 这个模块都加载到app.gs里边啊 所以你render的时候 你要找到login页面 怎么找呢 你还是直接啊 直接就来个anime下面的login 你看一下 我们vios里边 是不是有个anime的一个目录啊 回头你可能还有index 或其他模块啊 我就把anime都放到这儿 那你是把把这个模板渲染 那渲染完成以后 重新启动一下 重启我们所有的文件 以app.gs为入口 重启一下 重启以后 走一下 login出来了 对吧 确实出来了 anime longin出来了 出来以后 我们这个水呢 css又没加载到啊 css又没加载到 你看一下啊 那css没加载到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刷一下 刷一下以后 你随便点开一个 比如open your new table 你发现谁呢 发现我们这时候引入这个css 你这样引入他相对水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这个anime这个目录啊 是不是他相对于我们这个anime这个目录啊 是不是他相对于我们这个anime这个目录啊 就在哪呢 就在login里边 你是啊 在哪儿引入的呢 在这儿引入的啊 你是不是这样引入相对于相对于我们anime目录啊 那你要相对于各目录怎么引入呢 你就来个写盖啊 或者前边加它的玉米也行啊 我们先按照写盖的方式啊 或者你前边加它的玉米也行 那这样你再来一下啊 再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再刷一下啊 啊这个也也出不来啊 肯定也出不来 出不来你在这啊 这耍一下走 是不是出来我们这个用户管理了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用户管理页面啊 就ok了ok以后 那这里边为啥他会啊 就这样的话 表示啥呢 表示他相对于这个歌目录啊 相对于是吧 你看一下你这时候你再描一下他这个路径啊 你仔细看啊 我们找到他路径啊 找到以后 我再open in new type 你看一下他是不是相对于歌目录 那歌目录是不能夹载 因为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刚才已经配置这个中间界了 配置中间界你找到这个目录以后 他是不是在哪找呢 在我这个呃 在我这个public目录下面找 public目录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那就ok了啊 那行那这个页面加载ok了啊 这里边这个longin加载成功了 成功以后那你要往哪提交呢 这里边往哪提交 是不是要提交到dolongin 那dolongin是在哪呢 是不是在anemy下面的dolongin啊 是不是anemy下面dolongin 所以我们这里边啊 你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的话我首先啊 我看一下能不能post到这个dolongin这个页面 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地址就要改了啊 地址就不是dolongin了 我们的anemy下面的dolongin 啊前面也要加斜杠 不然的话他相对当前目录啊 那这样你再看一下 我们刷信一下啊 仔细看我刷一下啊 刷一下以后 我们输入内容啊 输入内容点击登录啊 anemy下面dolongin 没有问题吧啊 没有问题 post dolongin 在post dolongin 我们这里边看接收到这个dolongin了吗 啊 anemy下面的水呢 你发现anemy下面有dolongin吗 是没有啊 anemy下面只有水下面有dolongin 是吧 longin下面dolongin啊 anemy下面的longin 下面的dolongin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路径写的不对啊 那这时候再来一下啊 就这样慢慢啊 anemy anemy 然后123点击登录 ok anemy user 那这样是不是就ok了 ok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是吧 做登录功能 登录功能就在这里边 你再把我们登录的代码再复制过来 这里边我们是有dolongin啊 那就拿过来啊 dolongin拿过来 拿过来 拿过来 Ctrl-X解切掉啊 解切掉 或者Ctrl-C复制过来 解切掉以后 就Ctrl-X啊 把它解切掉 解切掉放到哪呢 是放到我们这个 呃 放到这个longin页面 longin页面 往这放 啊 往这放 行往这放以后 你看呀 那这时候我们这里边 要用到哪个模块呢 是吧 longin页面有我们这个 body pass的一个模块 啊 body pass的一个模块 对吧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引入我们这个 body pass啊 body pass对吧 啊 或者是我们这longin 我们也可以用水呢 我们也学了水呢 是不是学了一个 multiparty这个模块 所以我们longin页面 我们也可以用multiparty来 来实现啊 也可以用multiparty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呢 也可以用我们这个body pass 那行 那这里边的话啊 这里边的话我还是老老实实实用水呢 啊 我就 我这里边我这个longin页面 我因为没有上上图片 所以我还是用body pass 那这时候的话我引入这个body pass 啊 body pass让我们给干掉了 干掉我们再搜一下啊 body 啊 啊 啊 因为你模块画了以后你就有些啊 这个页面可以用这个模块 其他页面可以 是不可以用其他模块 那我这里边的话我body pass 我还是把它引入啊 还是把它引入 那我就在这个页面里面 比如说在这啊 那我就用body pass对吧 body pass 啊 在login页面我还是用body pass 来处理这个 处理我们这个路由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把配置中级键啊 这时候配置中级键你回头要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啊 啊 我们以前是通过app.use来配置 那这时候配置的话通过什么来配置呢 啊 这时候配置你就通过我们这个router啊 router.use来配置中级键啊 那这样就ok了啊 那登录功能就ok了 ok以后你跳到哪呢 如果登录失败 我是不是跳到水呢 跳到斜盖 adme下面的login啊 跳到adme下面的login 那登录功能就ok了 啊登录失败 如果登录成功我是不是跳到水呢 跳到adme下面的 adme下面的product的页面啊 adme下面的product的页面 那我们看能不能实现啊 仔细看了 我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我们这里边你看啊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做缺陷判断 但是我们看login能不能实现啊 刷一下 刷一下我输入anme 输入一个123 错误的点击登录 登录 搞我md5 not defined啊 行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login模块里边 是我们这里边用到了md5啊 所以我在这里边再引入md5啊 那这改造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讲完以后 我们下一个项目 我们就直接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给大家讲了啊 那md5引入啊 用到md5引入md5 那重新再来一下啊 重新再来一下 慢慢改造 然后重新登录 db 你告诉我们db notified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边是不是用要用到了数据库啊 用到数据库 那你再引入谁呢 引入数据库啊 但是你现在你可能我们重构的时候你感觉比较麻烦啊 但是我们回头啊 回头这个项目大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非常简单啊 引入db数据库 那在login下面引入db数据库啊 那要注意这个目录啊 我们看这个目录怎么写 那我写这样引入大家看对不对啊 写这样引入 我们看能不能打出这个db啊 如果引入数据库OK 那就OK的啊 这叫 这就是登录模块 直做登录功能 引入db数据库啊 行 那这时候再运行一下 仔细看啊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边再来一下都让给走 提交 提交以后应该又错了啊 又报错了 你看一下他告诉我找不到这个modules下面db 那这时候我们引入这个模块要注意啊 引入模块呢 我要找到modulesdb 应该怎么引入呢 要注意这个路径啊 我们和刚才还是不一样的啊 和我们这个render还是不一样 点点杠到enemy再点点点杠到modules下面db 那再运行一下啊 走一下 登录 是不是登录失败 那这样终于OK了 你看一下 enemy123点击登录 登录失败 然后我输入enemy 然后123456点击登录 成功了吗 怎么还是失败呢 怎么还是失败 那我们看一下还是失败 打印出啥错误啊 这里边又告诉我什么 又告诉我登录成功什么user infor artified 是因为我们啥呢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又用到了session啊 这里边用到了session 所以他这边报错了 对吧 用到session以后 那你想想啊 我们这个session这个配置 你是不是要在学部地方都要用啊 所以session的话 我们在哪配呢 我们就在啊 在这个更下面啊 更下面配置这个session 就在app里边 我们就在这儿 配置这个session 配置session 保存用户信息 这就配置这个session 行 那就在app里边配置啊 app里边配置 那重新再运行一下 那这时候应该可以了吧 要注意app要放到哪呢 要放到实力化这个 要注意这个数据啊 来再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刷一下 读longing 终于应该可以了啊 刷新一下 输入enemy 然后123456点击登录 是吧 普尔达的页面ok吧 那商品页面 那这时候我们就改造商品页面啊 登录功能是不是就ok了 登录功能ok 我把全部都删掉啊 全部都关闭啊 关闭以后我们登录就实现了啊 就enemy下面longing 那这里边就longing相关的 登录相关的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写普尔达的 那商品页面的话 那同理啊 商品页面你首先 我们要知道商品页面 你是不是肯定要用到db数据库啊 所以我肯定引入db数据库啊 那商品页面还要用到谁呢 商品页面是不是还有图片上传啊 图片上传 那我们就把我们图片上传的模块拿过来啊 图片上传 是不是引入了我们这个multiparty这个模块啊 那就在图片上传里边 引入multiparty 引入multiparty以后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直接复制代码的问题了 仔细看啊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边 找到我们这个product啊 product首先商品里边 那就直接拿过来啊 直接拿过来啊 看这里边商品里边搞定 搞定以后要注意路径 这里边 这里边要注意啥路径呢 注意这里边路径啊 我们叫anime下面的admin啊 我们要加在anime下面的product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anime下面的product 下边的谁啊 啊 叫product一解 啊 那就是product下面的index啊 首页啊 product下面的index商品首页 那仔细看啊 product下面的index enime下面的product 下面的index 行 没有问题 那商品首页就搞定了 商品首页搞定以后 那你先看一下看一下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要注意啊 这里边要注意啥呢 啊 注意我们引入头部的一个路径 你发现这里边是有public啊 所以你这里边你要注意啊 我们得叠点杠 是跑到上一集目录 加在我们这个hander.egs啊 那包括这里边叠点杠 要给他改过来啊 要给他改过来啊 那下面应该没了啊 那同理我们在里边的啊 把里边的页面也改一下 这叫add add 还有什么呢 还有add 然后应该还有个edit啊 然后edit修改一下啊 修改以后呢 我们同样的啊 同样的把这个地址赶紧复制一下啊 我们在index里边叫public 来复制一下 这里边也应该这么个地址 然后同理add里边也是这样的 那同理这里边下面还没改啊 这个左侧也是这样的 然后左侧也是这样的 行改造完成 改造完成以后 那我们这时候重新运行一下 看一下对不对啊 你仔细看啊 我们商品手页刷信一下 商品手页OK的 OK以后你发现什么问题来了啊 是吧又加载不到css样式了啊 css样式又加载不到 加载不到说明啥问题啊 你看网络网络里边你 右键open in your table 是不是有地址不对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得怎么写呢 接下来我们这里边写法的话 就这样去写啊 自己看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product啊 product里边啊 在public里边啊 public里边是不是引入了公共的一个什么呢 公共的样式啊 这里边怎么还有back呢 back没有 那我就删掉啊 back删掉 hider里边 那你看啊我们这里边是不是要加个写告 表示加载根目录啊 根目录 斜盖 然后来个斜盖 行搞定啊 搞定以后再刷一下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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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出来了啊 是不是又环约了我们这个页面 当然这里边好像图片没找到啊 哪个图片没找到呢 我们看一下哪个图片没找到 这里边的图片是不是丢了 图片没找到 那我们看一下图片为啥没找到 你发现是不是upload的这个下边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右键open in your new table 如果直接upload他是不是相当于enemy目录啊 又找不到了 对吧 找不到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解决办法很简单 你在我们这个 呃 这里边给他加个什么 是不是加个斜杠啊 斜杠 那就在这啊 我们斜杠下面的 那这样他是不是相对于根目录啊 那再刷一下啊 再刷一下 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就ok了 嗯 还是不ok对吧 还是不ok 那这里边斜杠他相当于谁啊 open in your table 斜杠 upload 是不ok啊 为啥不ok呢 我们是不是还要配这个终结件啊 还记得吧 图片 那我们这里边还要配这个终结件 就是配置什么终结件呢 就是在这里边啊 我们 在这儿配置了一个upload的一个终结件啊 就这样慢慢去改 在这儿配置啊 一定要注意终结件 我们必须得在app.js里边配置啊 那这时候你再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对不对啊 走下 行 图片显示出来了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以后你再看修改啊 修改 是不是product edit 路径是不对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改造啊 这个谁呢 改造这个product里边的这个修改啊 那product首先add add 那你就复制我们这个add 啊 然后这里边找找p-r-o-d-o-c-t product一个add 在这啊 直接render 对吧 那同理你在这儿 在哪呢 在product里边add 你是直接render我们这个 叫admi下面的product的下边的add页面 行 那这个add就ok了 addok以后 你在做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个doadd啊 啊 那就是这里边我在配置路由 这叫doadd do一个add do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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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执行我们增加操作 执行增加操作 那你同理把这里边啊 把我们这个doadd 这些都拿过来 啊 搞定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我们再放到这儿改造啊 改造啊 改造就这样慢慢来改造 看一下啊 那这样就搞定了啊 就搞定了搞定以后要注意这里边挑转的地址 挑转地址是吧 应该是animi下面的谁呢 ad animi下面的product啊 animi下面的product 行 那这样也完成了 完成以后能同理 edit也配置啊 那你在这儿 那我们快速的把edit也配置一下 那edit拿过来 拿过来 拿过来也复制到哪呢 复制到我们这个product的页面啊 因为你操作就是商品嘛 product 行 那里边render谁呢 一定要注意 render的是我们这个 admi下面的product 一定要注意 admi下面的product 那这里边这个路径是不是就变成 admi下面的product 下面的edit edit 行那这样又ok了啊 又ok了 ok以后那删除 删除 还有个还有个什么呢 还不急删除啊 我们还有个doadd啊 那就是doadd就是rout.一个post 然后叫doadd doedit edit doedit 然后一个function 修改页面嘛 修改 然后iq is 然后doadd 那同理我把这个代码赶紧拿过来啊 doadd 那就是doedit啊 把这个拿过来 都拿过来啊 都拿过来 行拿过来以后放到我们这个pordive里边的doedit啊 doedit 要注意跳转路由admi下面的admi 跳转啊 admi下面的product 那这样又搞定了啊 又搞定了 又搞定了 那又搞定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删除 删除那同一类删除把它拿过来啊 删除 是不是我们这时候的话你发现商品的是不是都在商品里边删除啊 那就一个new object id 那也没有问题 error 那这里边admi下面的product 行 那之前的话我们这个商品管理的一个就就改善完成啊 改善完成以后呢 我们看对不对啊 这里边你要注意啊 注意我们在这里边要改目录啊 要改哪哪个目录呢 是不是你提交的目录啊 那这种action应该等于是吧 admi下面的p-r-o-d-o-c-t啊 这叫是吧add啊 那就是add 啊 叫doadd啊 叫doadd 那同类我们这里边也要改啊 在哪里改呢 在我们这个edit啊 edit我们是不是也要改成 admi下面product下面的do edit 行 那这样基本就改造完成了啊 还是比较费劲 来重新再运行一下啊 但是非常非常虽然 虽然这个改造是痛苦的啊 但是我们回头写页面的时候就方便了啊 然后来一下index 首先没问题 然后输入anmi anmi下面的longing走 登录页面登录页面以后 anmi123456点击登录啊 跳着到登录没问题 上面出来了 出来以后我点击修改 那修改不对啊 修改没改啊 我们增加啊增加也没改 那这里边还要改啊 在哪呢 在这里边要改啊 在这里边我们 这叫什么呢 就叫admi下面的p-r-o-d-o-c-t product下面的edit 然后anmiproduct下面的delete 其实这个要改一下啊 这个地址要改一下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哪里要改呢 是不是这个要改一下 那这里边就是anmi下面的product啊 这边要anmi下面的product 那这里边是不是叫anmi下面的product 下边的add add 行的之后再来一下啊 再运行一下啊 刷一刷一下啊 重新刷一下 刷一下点击商品列表 上面列表点击增加商品 增加商品 点击修改商品 图片又不存在了 对吧 修改商品图片又不存在了 然后这里边点击修改修改 我点击 看一下意义能不能修改啊 点击提交 提交 提交pollet的下边都edit找不到 admiproduct doedit 那我们看一下啊 pollet的下边的 doedit doedit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这里边加斜杠 同志们啊 要注意加斜杠 然后呢再重新来一下啊 包括刚才这里边还有点问题啊 就是在哪呢 这里边图片找不到 别记的时候图片找不到 是因为你这里边 这里边 在这啊 在这你要不在前边把它的域名加上也行啊 要不你就加个斜杠啊 加个斜杠 表示根路径啊 表示根 这样也行啊 当然我们回头下个项目 我们还是回头把这个域名给他加上去啊 那这样会好一些 来 重新刷一下 美女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以后我点击123 联想笔记本123 点击提交 那提交怎么还是不行呢 admi prodot doedit 然后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是不是没重启啊 稍等我没重启啊 改代码都没重启 然后重新再来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以后点修改 修改以后我点击iPhone iPhone iPhone iPhone9改成iPhone10 点提交 admi 下面的pore大概都 doedit 是不是有报错了这时候 那这时候再改造一下 告诉我FS模块 notify 是因为我没有FS 是不是删除图片了 所以这时候你再找啊 找这里边是不是有FS模块 所以大家回头建议写项目的时候啊 还是我们回头一次配置好啊 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配置完 FS模块 FS模块在哪呢 是不是在我这个poredex页面有用到 所以我在poredex里面 是不是引入这个FS模块 那行 那再重新来一下啊 重新来一下 那之后再重新来刷一下 刷一下 改成iPhone10 点击提交 走 iPhone10了吧 没问题对吧 然后iPhone10 那我看一下把图片改一下啊 iPhone10图片改成了这个2 然后我改成iPhone11 点击提交 哎 没问题修改过来对吧 修改没问题 修改没问题再增加 增加这边来个1 然后来个图片 图片写个这个3 然后1 1 1 点击提交 哎 或者大概在下面读add 又不行了 读add是不是也是路径 好像错了 那这时候看一下读add 没错啊 读add 这叫get 我们叫post啊 post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就这样慢慢折腾啊 再重新来一下 然后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啊 再刷一下 1 图片 图片选择个第三个 1 然后赶紧 点击 提交 ok吧 是不是1 ok了 1 ok了 那就说明我们写式增加是没用问题了 修改是不是也没用问题 我再改成22 看一下22 点提交 没问题 没问题以后点删除 ok搞定啊 搞定 这样就实现这功能了啊 实现这功能以后 你看一下啊 我们enemy enemy没有反应 那我这时候我是不 如果没登录我 我不让他跳到普尔达的页面 那这时候你这个路由判断就在哪判断呢 你看我全部都关闭啊 这时候路由判断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到我们这个enemy里边做判断了啊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个缺陷判断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有个缺陷判断 那缺陷判断 那缺陷判断 我们以前是写到哪呢 写到这啊 那这时候我是不 只有后台才需要缺陷判断 所以我是不直接找到enemy里边做缺陷判断啊 enemy里边是不是做缺陷判断 那这里边appuse改成谁呢 改成我们这个 改成这个routeruse啊 enemy做缺陷判断 如果enemy里边longin dolongin不做缺陷判断 其他的是不是都做缺陷判断 然后else这边是不是跳到enemy下面longin啊 一定要注意 他这个ur还是这个longin啊 因为你到enemy里边你回头看一下还是longin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 我刷一下 没有重启啊 没有重启 这就是缺陷判断啊 缺陷 缺有缺陷啊 缺陷啊 缺陷判断啊 缺陷判断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啊 仔细看了我这边刷一下 他应该跳到登录了对吧 是不是跳到登录了 那你看一下enemy下面的pro product走 是不是进不去了 那这时候如果我输入enemy123456点击登录 没反应 enemy123456点击登录 那这时候也进不去了啊 我们也进不去了 为啥进不去呢 你看一下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里边有问题啊 那我还是这里边打印一下啊 打印一下这个地址 再重新启动一下啊 看这个地址闪 我们输入longin 那这里边是不是应该打印一个longin啊 等我输入一个enemy enemy123456点击 多浓入 啊 他是longin 下边的都浓入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边不是都浓入了 而是要判断是longin 下边的都浓入啊 不知道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来之后再重启一下啊 刷新一下 enemy enemy123456点击登录走 好啊 进去了 进去以后告诉我app is not defined 为啥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边的话我们在 在这儿是用的router.use 你这个app是不在我们 我们以前是在这个ab.js里边 所以这里边app是不存在 那不存在的话 有些同学是不是说我们用router.local 来试一下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 来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再重新来一下enemy一个123456走 你发现他是不是告诉我们router 你不能设置我们这个玩意儿啊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边的话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啊 我们通过通过什么呢 通过iq.app.local 也可以设置我们这个绝局的一个egs啊 你像我们用的app.app.local app.local 他表示啥呢 他表示绝局的啊 就表示真正的绝局 然后这个iq.app.local 这表示啥东西呢 这表示我们请求的一个绝局啊 就是当前请求的一个绝局 请求的绝局 那这是我们看一下 那这时候可能还会有错啊 我们先运行一下给大家看 看一下啊 来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呢 我们看对不对啊 点击 点击这里边登录 enemy123456点击登录 登录是没问题啊 没有问题对吧 没有问题以后啊 那说明这里边ok了 ok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这里边啊 他这里边啊 欢迎您是不是也出来了 出来以后你看啊 我们稍等一下 如果我再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的话 一点啊 又不行了 longing out longing out 那在哪个模块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 登录模块 那所以我在登录模块 再写个longing out 那行 longing out 我就直接复制过来 在哪呢 在这里边有个longing out 有个退出登录 对 都longing out 退出登录 在哪呢 哎 longing 走 out 在这呢啊 longing out 退出登录 那这里边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的话 你就在我们这个longing里边啊 在这儿 是不是在写个退出登录的一个路由啊 longing out 行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删除删除以后 我们跳到 跳到 斜杠 enemy 下边 牢给 斜杠 enemy 下边的这个 牢一斜杠 enemy 下边 牢给 那行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退出登录 那你再看点里边是不是也要改 那这边退出登录 是吧 enemy 下边的 牢给 下边的 牢给 奥塔 那这时候再重新来一下 看我们这个项目 ok不ok啊 重新再刷登录 那如果刷跳到登录 那就ok了啊 报错了呢 报错是因为啥 APP is not defined 啊 浪根页面 对 这里边是不是叫router 了啊 我们叫router 了啊 所以你改造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啊 改造完成的时候 写起来就舒服了啊 enemy enemy 一二三四五六点击登录 ok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增加商品 来个11 啊 来个11 然后来个商品图片 1111点击提交 没有问题 1111是不是又提前刷去了 提前刷去以后修改 把11改成33322点击提交 也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我们退出登录 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以后输入张三123456点登录 ok 那这样我们就改造完成 改造完成以后你仔细看啊 那这时候如果你还有一个什么管理呢 有一个用户管理 对吧 用户管理 那这时候就简单了啊 仔细看 用户管理的话 你是不是在这呢 用户管理 对吧 用户管理 那用户管理 我们这里边是吧 我再新借个 在仕图下面新借个user啊 新借个user 啊 啊 user 啊 user user 的话 那你把普尔大的一个页面拿过来 把index 拿过来 啊 index 拿过来 啊 index 拿过来 那你改造一下 那这里边就不叫商品管理了 叫用户管理啊 我把商品都替换成用户 改成用户 仔细看啊 就是我们这样实现以后 它要啥好处啊 用户管理 然后用户管理 然后呢这里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就改成呢 编号改成用户名啊 用户名 行我把其他都去掉啊 去掉用户名操作 然后这里边用户名 这就只有用户名 用户名是不是叫user name user name 那行把这个价格也去掉啊 编号用户名 那这里边的话 那我们就enemy下边的user 下边的edit enemy下边的user 下边的delete 对不对 行那这样 这个页面就写好了 这个页面写好以后 你看啊 你是不是要操作user 是不是要在这里边 写实用户信息 写实用户信息怎么做呢 你首先引入db库 操作数据库的db库 OK把db引入进来 db引入进来以后 接下来怎么做呢 接下来是把查找数据去 直接把我们这个product拿过来 product拿过来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user 查询user表对吧 我们是user还是enemy表 看一下 我们是哪个表呢 这里边是不是有user表 行那就useruser user表 然后这里边渲染到user 下边的index 搞定 就是我们这个用户管理的一个模块 就搞定了 仔细看 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是报错了 应该 没报 没报错 然后刷一下 又跳到水呢 是跳到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 enemy 一个123456 解击登录 登录完成以后 你看我enemy下边的user us12 走 是不是张三 和enemy都try了 那你左侧你要改他 左侧要改他 那就简单了 找到我们这个public 是不是有个public public里边你找 找这里边 比如说我分类管理改成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然后这里边改成什么叫 用户列表 叫增加用户 用户增加 然后这里边 那你改地址 这里边是不是enemy下面的谁呢 enemy下面的这个user 然后这里边叫什么 叫enemy下面的 这里边你就写个警号就行 警号 然后enemy下面user 然后enemy下面的一个user 下面的add 那这样你这个模块比较多呢 就轻松了啊 一个人写一个模块很轻松 刷一下啊 刷一下登录登录 重新登录 输入张三 然后123456点击登录 登录登录成功 欢迎你张三 张三这里边你看 这里边有用户列表 走 什么用户列表就来了 商品列表 是不是商品列表 增加商品 是不是增加商品 增加用户 是不是增加用户 增加用户 是不是还没写 当我点击退出动录 OK退出动录 退出动录 是不是就OK了 123456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块话啊 大家回头好好琢磨琢磨啊 然后那我们这个简单的 这个商品管理系统 现在就讲到这儿 然后后边的教程的话 我们就开始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实战 真实的一个真正的项目 然后我们就通过 我们这样一个模块化的方式 来开发我们这个项目 包括后期 下一条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讲 通过我们这个express express来 express给我们提供的脚手件 来配置这么一个 一个模块化的项目 行那这一讲就讲到这里啊